電腦上面及時的做臉部特效的處理 比如說加上去了 還有加上這個面罩 然後加上被親吻 還有這個流眼淚 這邊有很多的濾鏡可以選擇啊 我可以打一些特殊的 比如說美肌就打Beauty 這一集影片 我就要告訴大家如何免費的使用這一套 臉部濾鏡的軟體 如何在這個電腦的OBS上面 及時的換臉 及時的這個美肌的這個修正 或者換成你的AI的這個卡通圖片 我今天要介紹個軟體叫做Snap Camera Snap Camera 發現了一段時間 但是在最近的時候發現說這個換臉的功能是無法實現的 我今天將 不偿失的一步一步的告知大家說 如何將這個Snap Camera 安裝到你的Windows上面 然後跟你的OBS結合 玩法是這樣子 外接的HDI的攝影機 然後呢 連接擷取卡進入到電腦的這個Snap Camera Snap Camera處理完之後再丟到你的OBS 這邊才用的是Verger UVC的方式 首先啊到你的電腦的瀏覽器 有兩個連結 第一個連結 請到這個地方去下載這個Snap Camera的版本 叫做1.21這個版本 按這個Windows這邊按下去 然後下載這個軟體 然後安裝它 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 請安裝這一個程式 我們來實際安裝 好就一步一步的安裝 安裝完之後在你的桌面會看到這個小圖示 在這邊 然後我們實際點開來看看 你看看它這些特效的功能是反白的 也就是說啊你如果直接加安裝啊 是沒有辦法看到那些特殊的濾鏡 我們還要再經過第二個步驟才有辦法看到這些特殊的濾鏡 好我們先把這個程式給關掉 也這個 從這邊也要關掉哦 從這個 常駐程式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呢 我們先到這個C槽 就是剛才安裝那個程式的一個目錄夾 呃這個地方 它叫做S開頭的Snack NIC這一個 好 點進去 然後看到有個這個東西 好 這個記住哦 好 然後呢我們再到剛才這個瀏覽器 我們在這邊是下載嘛 那我們再到第二個連結 我們去把剛才那一個 Snack.camera 那一個 SESE 上傳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上傳 上傳之後 然後就開始要按這個按鈕 等一下我們做出來的這一個 執行檔 這一個執行檔就要取代掉剛剛那一個 好 我們把這一個把它給 copy 到剛才那個地方 複製 複製 複製到這邊把貼上去 好把原本的這地方把它 換掉換成 BA BACK 隨便取個名字啊 然後呢原本的這地方把這個 Page給拿掉 把它砍掉 好我們現在就直接把這一個 剛剛弄好的這個執行程式執行起來 好你看這時候就有濾鏡了 接下來啊我要連接外部的這個 HDMI攝影機跟 USB的麥克風 等一下我要連接到電腦OBS 其中啊這個HDMI攝影機啊 會透過視訊撿取卡進入到電腦之後 透過Snack.camera這個處理之後 然後這個 Snack.camera再丟出一個 Virtual UVC 到我的 電腦OBS 電腦OBS 再去抓這個Virtual UVC 玩法大概是這樣子 比較要特別跟大家分享的一點就是說 Snack.camera這套軟體非常的特別 他不能夠連接USB3.0的擷取卡 有兩種情況可能會發生啊 一種是說你接了3.0的擷取卡之後 他可能Snack.camera有畫面 但是你那個Virtual UVC抓到的時候 畫面就動住了他就不會動了 所以啊我就經過測試啊 你就只能接2.0的這個擷取卡就對了啦 不信邪的話你自己去實驗看看就知道這個結果了 好我採用我們公司的這一個 UVC HDMI 雙模的轉換器 這一款啊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其中有一個功能就是HDMI 進 轉USB出來 那這個USB UVC出來他有分成 3.0跟2.0 如果你把這個 USB3.0的線 再多串一個這個2.0的黑色這條線 那這整體來看 就變成是一個2.0的輸出了 藍色的地方 接到這個雙模轉換器的USB 連接出來 然後呢 這個已經變成2.0了嘛 2.0再接到我的電腦的這個 USB pole的地方 進來 然後 這個轉換器非常的特別 他有兩個HDMI的輸入 Input A 或者是Input B 也就是說啊 你可以連接兩個攝影機 一個放在這一邊 一個放在這一邊 都可以經過Snap camera的處理 然後你只要用你的手指去做 切換切換切換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就只有用這一支 Sony攝影機做示範 我就連接到這個 Input A 這個地方 這樣子 啊你記得用你的 手指去按A 好這樣子 那一樣的道理 這個USB的麥克風啊 我就連接到 電腦裡面 好那我們實際打開這個Snap camera 這個打開來 好 我們去做一個設定 去抓 2.0的這一個 好這個 然後呢我們去用這個1920x1080p 60幀 這樣子 你看就有畫面了 好我可以採用的是這個 這個畫面 或者是這個 這個 這樣子都可以啊 那如果覺得 不太順的話 你可以再調低你的解析度啊 好我們再到這個電腦的這個OBS 我們這時候打開電腦的OBS 打開來 然後呢 我們去抓視訊裝置去抓Snap camera這樣子 有一個叫Virtual UVC的地方這個地方抓到了 好抓到了 這樣子 這時候 Snap camera的畫面就跟OBS畫面是 一致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啊 這個是那個 Sony的攝影機 這樣子 啊你可以透過這個Snap camera的這邊去做 多媒體的處理 好這樣子 這樣子都有 然後 這個 這個 被清了這樣子 流眼淚 這樣子 OK大概就這樣吧 那我們 選定好特效之後呢 我們再按新增那個麥克風 這樣就可以了 這一個 好這樣就有麥克風了 那把不要的都把它給關掉 只留下我剛剛自己加的 這個擷取音效速度2是我自己加 其他都關掉 因為啊這個攝影機的畫面啊 已經經過這個Snap camera的處理 所以這個 影音的同步啊你要自己 實際做測試哦 可能 因為 他經過Snap camera處理過後 他會延遲的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時候你的 麥克風可能會比較快 聲音會比較快 那你就要做一個 適當的一個處理 怎麼處理呢 很簡單你就到這邊去按兩點 進階設定 這個地方是我的外加麥克風嘛 那就讓他 填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越大表示delay的越多 這是我的聲音這是我的影像 我聲音比較快 那我要讓他退後多一點 那個數字就要打多一點 那 退後少一點那個數字就打少一點 通常我們都用200先做實驗 我們先打200 然後自己實驗看看 看這個聲音 最後 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不一樣這樣子 剛剛介紹的就是 將這個外部的這個攝影機 然後呢 透過這個免費的軟體 Snap camera 去做一些AI的處理 將你的臉 加一個面罩 加一個什麼動物的造型 或者是枯臉 甚至於美肌 你就可以在這個 Snap camera上面很多濾鏡上面 做一個這個研究 那你美肌方面的話 你就打這個Beauty Beauty 或者Skin這些的 應該就會有相關的這些濾鏡出來 電腦上面 及時的做臉部特效的處理 比如說加上去了 還有加上這個面罩 然後加上被親吻 還有這個流眼淚 換臉 比如說加上個面具啊 加上一個面具罩啊 加上一個特殊的一個濾鏡